政府要補發六千元的現金 全國有三個偏鄉的民眾 今天開始可以到派出所登記 造冊 有警方來帶發現金 不過呢 對於部分偏遠山區的村民來說 因為鄉內有郵局 就不能有這項服務 但對老人家來說 是相當不方便的 因為像是南橫的利稻村 下山到郵局 來回一趟只要兩個小時 當地民眾就期望 有警方來帶發現金的服務 能夠擴大 花蓮縣萬榮鄉西陵村的村民 一早就到派出所外面排隊登記 普發現金 民眾一一的到派出所 拿出戶口名簿和身份證 交給員警登記 在台東的金豐鄉 一早也聚集了不少民眾來登記 由於過去發放三倍券 五倍券 鄉民也都是到派出所登記領取 民眾和員警已經很習慣這樣的作業流程 不過和過去的贈心券相比 領現金排隊人數少了很多 其實還有不少在偏鄉山區的村落 因為鄉內有郵局和提款機 卻無法由警方帶發現金 像是南橫的利道村 人口數雖然只有四百多人 但下山去郵局來回一趟要兩個多小時 更需要這樣的服務 五倍券的時候其實也有由各村辦去幫忙去做發送 那其實如果說連這次的普發也都可以比照當初的五倍券來說 那其實對民眾來說才是真正的辯明 全民共享普發現金 這個星期開始由偏鄉先辦理登記 但警方也特別呼籲民眾 詐騙集團正利用這個實際詐騙 請民眾不要相信來路不明的電話 指導操作轉帳 以免被騙 記者張明哲台中報導